炎炎夏日何处去 为在吉安乡的庆修院 配合日本的夏日祭典 举办了纳粮祭活动 以风铃、风车 和相关饰品装点园区内外 而为了让民众可以感受到 日本夏日祭典的热闹氛围 也特别邀请到 以演奏冲绳三线为主的乐团 传唱冲绳现代流行曲 和传统民谣 让无法出国的民众 仿佛是置身在日本 为了让民众可以感受到 日本的夏日祭典热闹氛围 吉安庆修院在炎炎夏日的暑假 举办纳粮祭活动 以彩辉风车及江湖师风铃 装饰庆修院园区内外 让游客仿佛来到日本 日前更邀请热爱 并推广冲绳三线音乐的 台湾乐手曾剑玉 带领海风乐团演出 研究多首冲绳仙代流行曲 及传统民谣 因为我在1998年的时候 去日本留学 然后在那边就是 一开始是从事饭店的工作 然后因为观光业 所以后来 接触到冲绳的这一块领域 那在去冲绳之前呢 我听了一首 刚刚我们有唱的 就是《泪光闪闪》 那那一首歌呢 就是如果当初没有去听到那一首歌 我可能今天不会去接触这个乐器 就是那一首歌 就是非常的吸引我 那当初呢 就是觉得说 我只要学会哪一首歌就好了 他没有想到现在竟然是 就是在表演 然后在制作三线琴 然后也非常开心 也因为从事这个三线的音乐 海岛音乐活动 然后认识很多很多非常好的朋友 冲绳音乐它其实它就是唱给 就是神明听的乐器 然后慢慢慢慢的才变成我们现在的就是娱乐性的乐器 我们清秀乐呢 在每年的七八月暑假期间都有办纳凉祭活动 那正好呢这个暑假的即将尾声 那我们呢有邀请到来自台中的海风乐团 那他们呢主要呢都是以冲绳的民谣为做一个表演的选项 那非常符合呢我们吉安庆修院这个日式的一个风格 那也搭配了纳凉祭这样子的一个海岛风情 正好呢能够在我们暑假的这个末端呢 可以在我们清旋感受这样子的一个海岛风情音乐 留学过日本的团长曾剑玉 因为泪光闪闪一曲 从此爱上冲绳三线 不定期在全台北到南 以演奏冲绳三线为主 加上不同乐器 传唱现代流行曲和融合传统民谣 作为表演元素 也为来到和风味十足的庆修院的民众 体验不用出国 却仿佛来到日本热闹的夏日祭典氛围 记者长邦彦吉安庆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経认